这二节目不正常爱情研究所主持文宋男Coba已在节目消失近两个月 近日他更新社交网 自接数月前 整患癌症 追肩进盘古位置升了一个6厘米大的性肿瘤 停工已两个月的文宋男日前更出post 希望 筹医药费 日前再一个贴出在病床的照片 并赚血肠 透露自己患癌 好奈卯见大家了 其实我并左压 该都有两个月某更新过近况 我几个月前确诊 即有癌症 而家有一个大概6成以6成以4厘米大开恶性肿瘤 开追肩进盘古附近开位置 因为压住左低神经 以行动无方便同遮不实会剧痛 文宋男又表示 经全面停工两个月 并开始做化疗 我有两个月左右已经全面停工休息 最近仲开始做化疗 稀 好快可以好反 继续拍梧桐看也必大家地 暂时都好正面面对 大家无始担心 都好多谢那几个 离不断陪我出入医院 照顾我看所有朋友们 毛 地真续搞无颠 文宋男最后表示 收到不少粉丝 打气讯息 并指之前有机会会拍片交代近况 虽文宋男叫大家不用担心 但他日前在一个天文 希望 以众筹医药费 他以英文文留言 在我与健康壮的持续斗争中 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你的捐款 我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 并给我继续战斗的力 我真诚地感谢你贡献的任何金额 你的支持将 我的康复之旅产生重大影响 不少网民一纷纷 颜卫文宋男打气 昔日文宋男曾表示自己是双恋者 更有网民留言说 加油 日后LGBT平权记录都要 你这些勇士带领 你一定会好反 星岛申诉王毅 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承邀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 区 立即我要赞取想帝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即留区区有申诉活动专业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